南投高中拔河队在知名艺人五月天 还有吴克群的力挺之下 已经顺利募得了出国比赛的经费 二月份就要代表台湾前往荷兰 参加世界杯拔河比赛 而这一次因为有来自各界的关心 选手给自己的压力也特别大 为此校长特地带着队员 来到蓝田书院进行祈福仪式 希望能够增加选手的信心 为国家拿回好成绩 二月十五日就要代表台湾 前往荷兰参加世界杯拔河比赛的南投高中选手 是特别来到蓝田书院祈求顺利 很紧张然后又要减重 然后就压力也蛮大的 然后就是我们要全力赴 出去比赛的状况得到更多外界的关注 所以在我们心理上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 可是对我们的心理也是会有相当的压力在 因为也不希望辜负对于支持我们的人民的一些期望 你比赛只剩半个月 把河队伍在教练的带领之下 大家都把握时间针对体重体能与技术等等努力不懈当中 目前就是持续 选手们都在持续减重当中 对然后体重调配上都有各别的做调整这样子 那就是在模拟各国的战术训练 目前我们台湾的天气也蛮蛮冷的 所以在天气事情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扰 这一次取得全国的代表权 要代表国家到荷兰参加世界杯的锦标赛 这次可以顺利出国比赛 是因为有各界的帮忙 特别到书院祈福 就是希望让选手更有信心拿到好成绩 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高中跟校友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这个募款总共募款到548万 所以让这些协助能够顺利去参加比赛 面对比赛虽然选手都相当紧张 不过有大家的关心与加油 南投高中拔河队也表示会尽全力替台湾争光 记者从新疑南投县采访报道 中华男子拔河队 中华男子拔河队